所以是不是大的會不會比較獨立 沒有,他們要知道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情 這樣就好了 不要再這個 做出一些不符合邏輯的事情 一直都不符合邏輯啊 不會啊,現在都還可以接受情況下 這麼厲害,他們已經會玩普克牌了 就是在加盟過年,然後加完十點半 然後呢 小的剛好可以學十點半 因為他剛好學加法的部分 用普克來加 對啊,他很可愛的反應 幾加幾等於十點半 這是一個方法 這是蠻好玩的數字遊戲啊 加法遊戲啊 哦,原來 對啊,就玩一些拿積木當籌碼 然後看可以把對方的籌碼贏過來 真的 對啊,他們兩個就... 不會怕他們去賭博 不准啊 我是說不准 賭多少錢 賭錢就是不准 好 然後去後面有睡覺 你才剛睡醒呢 啊,我已經睡了 哈哈哈哈 好爽喔 哇,又要... 又打翻了 你就慢慢停吧 我還要 那是什麼 他們是籌碼 哈哈 籌碼超難的 我們是籌碼 拿一片一片的 拿一片這樣子 然後他拿... 不管你拿我 他又不小心 就啪 就趕出去了 超滑 嗯 一片什麼 籌碼 便宜的 小筆百貨在賣那種 塑膠硬幣 所以是教他們數學 對啊 才教他們玩普克牌 對啊 然後過年才可以玩錢 然後一般是絕對不會玩錢 有一次祖祖輸了 對啊 滴滴拚... 我真正拚五小 我才拚一張紙耶 他拚... 滴滴拚... 真正拚一張紙 他就贏了 然後祖哥 他一七想抓了 一七想抓他 他...我... 五小耶 真的 他現在也會玩阿魚我照 就是... 莊家... 我的牌... 譬如說... 只有兩點我也喊不要了 讓莊家也抓抓看 莊家會不會爆 對對對 我小時候我也記得有玩那個耶 那個什麼... 什麼大富翁 然後跳...跳...跳...跳棋 我反而是玩這個 也會有阿 一般時間玩阿 會有小朋友一開始 沒事玩普克牌的阿 就是毒鬼 哥哥喔 摸一下這樣子阿 摸一下哥哥喔 哥哥... 哥哥... 哥哥全身都是你 你們是哥哥喔 幫那個小毛鼠 阿瓦 阿瓦 他是不是 都會被惹